温战斌接受中心社专访 表示汕头将坚定不移走工业力士产业强势发展之路 以举办亚青会为契机 以侨引侨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 全国人大代表 建议国家优先支持将湛江汕头纳入广东省自贸区扩区范围 这将有利于汕头高质量推进对外开放 加快建设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 夜清看两会 关注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具体发展新动能 寻找身边好人 报到全国新国文明港朝阳区福利院护理班族 用爱守护 为孤残老人儿童撑起温暖的家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2022年3月7号星期一 农历2月初五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 知名桥乡如何用好桥利 打好桥牌成为热点话题之一 广东省汕头市委书记温战斌日前接受中心社独家专访时做出解答 他表示汕头未来将坚定不移走工业历史产业强势发展之路 以举办亚洲青年运动会为契机 以桥影桥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 汕头是全国著名桥乡 汕头经济特区因桥而立 因桥而新 数以万计的潮汕人 就是从汕头搭乘早期的红头船闯南洋 目前在海外和港澳的潮汕籍相亲达1500万人 自汕头经济特区成立以来 海内外潮人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 应该说这么多年 如果说没有华侨的积极参与 知识加强的建设 应该说也没有我们汕头改开放 今天这种巨大的成就 特别是在开放初期 国内缺资金缺技术 那么广大的华侨 本身就有很好的这种资金资源的这种优势 所以他们都纷纷的回家乡 来投资新业办厂 每当家乡出现了这种困难和问题的时候 往往是最牵动华侨 也是他们支持最踊跃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以往发生的一些水灾天灾的一种 或者有台风的时候 造成的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候 海外的华侨都是第一时间的响应 这个基地的参与家乡的救债救援 这个捐助 据统计 汕头经济特区建立40多年来 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289个 其中来自华侨华人的投资项目 有5865个 合同桥资金额149.06亿美元 涉及44个国家和地区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2014年在9月份 在相关著名的侨领 在这种支持呼吁和关心下 那么国务院批准了我们汕头设立 这个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这么一个平台 应该说这是一个国家第一个 这个是以华侨为主题的这么一个试验区 应该说为汕头的发展 应该说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我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体现了华侨 这个信息商指 这个支持加强发展建设的一个重要体现 文战斌介绍 华侨试验区自成立以来 在城市承载功能 现代产业体系 招商引资等多个方面 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如设立规模50亿元人民币的 华侨产业母基金 举办系列重大产业项目签约 加快深善协同创新科技园建设等 汕头目前正积极推动提出工业历势 产业强势的城市发展思路 积极谋划构建独有的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新格局 温战斌认为潮汕人才辈出 桥应该是汕头在西时代经济建设大潮中 突围最大的资源和优势 我们平常都说汕头这个汕头人很厉害 包括我们在国内也好 在海外也好 那么如何用好他们 为汕头的大政策大项目 我觉得是能够起到一定的出行作用 如果说能用好他们的这种资源 我想汕头的发展应该是会有很好的这种前景 今年12月汕头将举办第三届亚青会 门战斌表示 汕头将以举办亚青会为契机 办好一次会 搞活一座城 讲好潮故事 增强潮汕及侨胞的归属感 和潮汕文化的认同感 如何能够进一步的把他们的这种 对家强的认同 文化的认同 这种情感的东西继续维系好 甚至说能够有所提升 我觉得通过亚青会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因为本身亚青会的话 就是一个青年运动的一个盛会 那么在这过程中的话 我们也会开展一系列的这种活动 去推荐宣传我们汕头 那么其中汕头的文化宣传推荐 肯定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你比如说我们汕头 我刚前面也提到 就是作为汕头的这种文化 还是非常的悠久 底蕴的东西还是非常深厚的 而且有很多很好的一种传统的一些习俗的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从饮食的角度来讲 那么汕头的这个餐饮文化 或者说汕头的美食吧 可以说是在中华美食里面 算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那么我们通过制作的一些小视频 来教他们来做一些家乡菜 来勾起他们的一些回忆 我们都希望能够引起他对家乡的一种关心和关注 也对家乡文化的进一步的这种学习和传承吧 这里是叶青看两会 大家好 我是叶青 今天继续跟着我一起聚焦全国两会 昨天来自广东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宁林 在分组审议上发言 她建议国家优先支持将湛江汕头 纳入广东省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区范围 这将有利于汕头高质量推进对外开放 助力汕头加快建设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 考虑到湛江汕头在国家对外开放的整体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 RCEP的实施 以及广东一和一带一区的区域发展协调作用的特殊的功能 建议国家优先支持湛江汕头 等纳入到广东自贸区试验区的扩区范围 为湛江汕头两大省域副中心城市 更好的服务和保障区域重大战略 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提供有力的支撑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广州南沙新区 深圳前海蛇口片区 珠海横琴新区 广东自贸区总体方案明确指出 广州南沙保税港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试点以货物贸易便利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 主要开展国际贸易和保税服务等业务 汕头综合保税区是越东唯一建成 并投入运营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也是全国首个由保税区转型升级的 综合保税区 是汕头对外贸易的主战场 改革创新的主阵地 汕头中保区如果纳入广东自贸区 扩区范围 则中保区原有的税收优势 叠加自贸区的自由通关便利 将大幅度降低商贸与服务成本 还将拓展原有保税区 不具有的行业准入空间 为丰富保税区企业经营业态 提供政策支撑 如果汕头能够纳入到 我们广东自贸区的扩区范围的话 将对我们构建三新两特一大的产业发展格局 能够带来一个非常强大的政策支撑 和一个方向的引导 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汕头综合保税区 将加快推动以货物便利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 更好的推动汕头综保区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汕头综保区把保税主业作为主工方向 大力发展保税加工 保税物流和保税服务等三大业务 2021年实现完成外贸进出口额首次突破百亿大关 达到181亿元 2022年汕头综保区将争取实现外贸进出口额 占全市总额三分之一 全力打造工业力士产业强势新标杆 宗保区企业认为 如果纳入广东自贸区扩区范围 将更有利于企业对接国际市场 为企业在科技创新 科技交流 科技人才引进 以及知识产权交易等方面 提供内引外联成本低效率高的大通道 提升企业竞争力 第一就是投资变利化 实现负面经济管理 准入门场 叫框叫低 第二就是贸易变利化 自由化 能够构建国内双型房 使这个通道更加畅通 第三点就是金融创新 使资本项目的结算 对跨境贸易 离岸金融等 按对接国际市场 使企业的成本更低 汕头如果能够纳入到自贸区来说 绝对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政策 那么首先自贸区呢 就是能够为经济活动提供 一个高度自由的一个流动空间的 一个更为自由 高度自由的一个经济活动的一个环境 它需要有一个更健全的一个法制规范 那么同时这一些 就是说整个的一个软环境 能够建设起来的话 对整个汕头的一个发展是有好处的 推动汕头 湛江纳入广东自贸区 是一项具有宏观性 长期性战略性的地方发展重大举措 当前 我是正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领悟李希书记立善调研指示精神 竭尽全力办好汕头的事 统筹推动汕头纳入广东自贸区 阔区范围 努力推动汕头 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 迎头赶上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关注的是 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 我们知道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之一 在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十四五规划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建设重点水利工程 综合立体交通网 重要能源基地和设施 还有加快城市燃气管道等管网 更新改造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 在回答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 要精准地把握投资重点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 补短板 双碳 新兴产业 以及老旧设备更新等重点领域的建设 来看我市的情况 当前 我市正坚定不移 走好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全力以赴抓好重大项目建设 促进投资有效增长 比如说在交通建设方面 我是今年将推进 越东城际铁路 广澳港区三七工程等十大工程 构建高水平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而从去年以来 我是在多个季度也举行了重大项目 集中签约开工投产活动 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同时认真谋划 抓好重大项目储备 努力形成 谋划一批 再建一批 竣工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 我们相信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 我是将破解制约项目的难题 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具体发展的新动能 好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 今天的两会热词 今天的两会热词啊 和我们的家庭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要说的是 托育服务 在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 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 将三岁以下的婴幼儿照顾费用 纳入到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减轻家庭的养育负担 三岁以下的婴幼儿 我们知道 三岁以下婴幼儿照顾服务 是生命全周期服务管理的重要内容 而目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国家二孩三孩政策的先后落地 这托育的需求啊 也是越来越大 孩子三岁以前进入到幼儿园之前 这照护的问题 确实很多家长觉得挺焦虑的 有关的调研就发现了 目前在我市 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呢 大约有32万人 算一算啊 占到了本市户籍人口的5.5% 已经有的托育机构 在数量和质量上 其实是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的 三岁以下婴幼儿照顾问题 也成为了大家反应强烈 关注度很高的一个热点的问题 在今年的市两会上 也有市人大代表提出了 要进一步的加强 早教早托机构的管理 推进我是婴幼儿照顾服务发展 其实目前 我是已经在规范托育机构工作当中 做出了努力 也做出了尝试 比如说在去年底 我是成立了婴幼儿照顾托育服务 综合指导中心 这个中心呢 主要是负责 全市三岁以下的婴幼儿 照顾服务健康管理 还有推动托育机构 建立完善的科学育儿指导体系 以及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 等等的工作 我们相信 借着政策的东风 我是将进一步提升婴幼儿 照顾服务机构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管理水平 为我是三岁以下婴幼儿照顾 提供更好的指导服务 也解决托育贵 托育难的问题 一起减轻家庭的养育负担 释放生育意愿 让群众们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里是叶青看两会 我是叶青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下面时间交给演播听 今天上午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即第四次主席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 重要文章精神 深入学习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条例 研究创建政协委员工作室等有关事项 市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邱一辉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 要持续学生雾透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权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 以良好的精气神履职尽责 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 注重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 推进人民政协工作 切实把人民政协制度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要准确把握统战工作条例的基本精神 主要内容和工作要求 最大限度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 为开创汕头发展新局面 宁心俱立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汕头市委员会 关于创建政协委员工作室的意见 和政协汕头市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政协委员工作室管理暂行办法 指出创建政协委员工作室 是14届市政协准确把握新方位新使命 充分发挥政协统战功能的重要举措 也是适应新形式新要求 探索围绕中心工作双向发力的新暂体 要统一思想认识 深刻认识 创建政协委员工作室的目的意义 高质量做好委员作业 推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坚持标准化建 把准功能定位准入条件申报流程 确保政协委员工作室高标准高质量创建 要坚持规范化管 加强指导联系 落实工作责任 确保政协委员工作室方向不偏运行有序 要坚持常态化用 切实把政协委员工作室的潜能 挖掘好 功能发挥好 确保政协委员工作室 务实高效 作用凸显 更好地把各界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 禁止 我是召开第一批道省实验室锻炼博硕士座谈会 首批八名博硕士将到化学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 开展为期一年的锻炼学习 为汕头坚定不移走工业历史产业强势之路 提供科技人才支撑 为贯彻落实市有关推动理工科博硕士 到省实验室等科研机构锻炼的要求 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和市人设局 以化学与清晰化工广东省实验室为试点 选派第一批共八名博硕士到省实验室锻炼 涵盖化学材料计算机等多个专业 座谈会上 博硕士与省实验室相关负责人面对面 了解省实验室建设发展情况 并接受专题培训 我自己学习的专业是我们化学工业专业 研究方向是工人高分子材料 认为我到省实验室锻炼的话 一个是说能发挥自己一个所谓的专场 能更好的说服务我们上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我觉得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 不仅可以在帮助省实验室做一些科技公关 科学研究还可以 在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和专业能力 业务能力 原来的专业就是做有机合成 我现在单位是也是做实验室检测的 那么帮助为实验室建设啊 或者是推进一些制度的发展 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结合我市 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布局 主攻碳中和化学与化工 高端精细化学品 高端化工装备三大方向 与多个化学化工领域处于领先水平的研究团队 建立合作关系 打造开放式科研平台 省实验室将充分利用资源优势 引领带动博硕市联合开展科研公关 争取功课一批科研难题 形成一系列科研公关成果 培养一批符合汕头发展需要的青年科技人才 我们这边的产业就是三星两特一大 这个新材料领域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国家也非常急需的 我们作为这个省业唯一的一个化学与精细化工的实验室 接下来我们会在这个领域做更多的围绕 是这个围绕这个产业 也围绕这个减碳 就双碳的目标去打造我们的特色 同时的推动汕头在新材料 新化工等领域的一个发展 绝对是人才培养的一个很好的基地 这批年轻人成长起来以后 特别是推动新化工 新材料的产业肯定是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上头推动理工科博硕士到我们科研机构 锻炼让我们更多一个博硕士能引得进来 然后又能用得好又能留得住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棒的 继续来寻找身边好人 朝阳区福利院收养有50多名老人孤儿 需要进行针对性护理照顾 对此福利院专门配备老人孤儿护理班族 这支15人的娘子军以大爱之心 24小时不间断守护着一老一小 让这些孤老残弱的生命得到善待和尊重 这支特殊的护理班族被授予2021年全国经国文明港称号 近日记者来到朝阳区福利院的时候 护理人员正准备带两岁多的小珍到市中心医院复诊 小珍患有先天性唇恶劣 此前经过福利院的联系安排 已完成手术 目前恢复情况良好 而同样患先天性唇恶劣的小西 刚出生不久就被遗弃 就是胃养方面 因为它那个纯恶劣比较特殊嘛 然后它不会像一般的宝宝那样子正常的吸引 所以我们要就是要一点一点的挤给它 让它慢慢的吃下去 在护理人员眼中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 都值得被善待 因为这个孩子是我们自己带的嘛 从他出生几天 然后来到这里都是我们自己带 所以我们几个工作人员都是把它当成自己的爸爸自己 护理班根据老人和孩子的实际情况 又针对性进行护理照顾 除了照顾起居 工作人员积极开拓创新 提供特殊教育 康复训练 文娱游戏 室外活动等服务 丰富老人孩子的生活 就是主要有精细训练 认知训练 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 大部分都是精神比较不集中吧 所以我们就是老师要多耐心细心的 要手把手的这样的辅导 要锻炼他们 除了平时的那个日常照顾啊 生活照料之外呢 就是我们要尊重那个老人的那个心理需求 及时呢给予老人一个心理上的那个疏导和安抚 在坚守岗位的同时 护理班族的姐妹们 还不断提高养育质量和护理水平 创新教育模式和社工服务 用爱心和汗水 为孤残老人儿童撑起温暖的家 树立福利机构的金国新形象 其实我们就是在那个坚守在那个平凡的那个岗位上面 就是用一份安心去守护我们那个福利院的 那个一老一小 昨天由潮菜大师肖文青编著的中国潮菜第二版发布 为潮菜文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推动潮菜烹饪技艺代代相传 肖文青生前是中国烹饪大师 潮汕餐饮行业领军人物 善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潮菜潮州菜烹饪技艺传承人 新发布的中国潮菜第二版系列书 脱胎于肖文青在1998年出版的 中国正宗潮菜系列书 其中菜式图片全部重新拍摄 还更新了30多道菜肴 书中涉及吹 纹 炖等十几种烹饪方法 集中呈现了正宗潮菜的特色与制作记忆 今天上午 月东首家5G加智能银行 建行汕头金沙之行惠民安居新金融体验店节目 在体验区 客户可通过数字交互大屏 上线5G由汕头和数字住建平台 其中 数字住建引入市住建部门信息 可视化呈现我市的住建销售数据 楼盘地图分布等 5G由汕头大屏为原创国风插画 内嵌潮汕景点介绍 可了解活力特区改革创新及城市荣誉 网点的智能服务区 可实现一站式金融加政务业务办理 各位观众 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